各位朋友 一鸣老师接着和您聊税法 那么最后这一节啊 咱们把企业所得税收个尾 把咱们教材里边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内容呢 带着大家简单的串一下 那这两节内容呢 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啊 因为企业所得税的大头 老师说了第二节 对吧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嘛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 您这不是睁眼说下话吗 你说第七节不重要 你给打五颗星 什么意思呀 对不对 第七节应纳税额的计算 为什么打五颗星 因为肯定考 为什么说不重要 因为第二节我们学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第七节应纳税额的计算 其实就是对之前学习内容的一个梳理和总结 那我们要知道 之前我们在学习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的时候 当然税额一说要计算 离不开我们的基本计算公式税积乘税率 对不对 税率第一节讲过了 对吧 正常来讲25% 然后有几档优惠税率 10% 15% 20% 对吧 其中20%那一档 小微企业的 你具体细拆 发现按把300万批成两半 100万以内的实际是2.5% 对吧 100万到300万的是10% 对不对 这是从税率的角度来讲 然后非居民企业那边主要涉及一个什么呢 源泉扣脚的问题 预体所得税率 说是名义上是20% 但实际上我们按照10% 或者是两国之间有协定税率的 按照那个协定税率来进行征税 就是从税率的角度 其实就是这些 对吧 关键是税机 那么税机怎么出来的 从我们直接计算法上 按照逻辑推理 它的顺序应该是什么呢 就这个应大税所得额 就是我们的税机嘛 这个税机它是从我们的收入 咱们体验所得税有9项收入嘛 从这收入当中减掉了不征税收入 然后呢 再减掉了免税收入 这不征税收入那三项 然后免税收入那四项 一共七个收入减掉了 对吧 减完以后是个净收入概念 然后怎么样呢 扣除 把各种可扣除的项目进行扣除 扣除的过程当中就有全部可以据实扣除的 有限额扣除的 还有不得扣除的 对不对 其中还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扣除项目 包括起这个资产的 这个折旧 摊销 损失 以及这个企业重组合并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对吧 重组合并又涉及到一般性的税务重组 和特殊性的税务重组 对吧 这些都在扣除项目里头 所以说你看企业所得税考 重点考哪 考扣除 对不对 考完扣除以后 这还有一个五年补亏 对吧 五年补亏的问题 全弄完了以后是因纳税所得额 当然这里边还要考虑到什么呀 抵免税之后还有优惠 优惠里边的减免税额 还有咱们之后国际税收里边的减免税额 全都搞了 改了清楚了才是最后我要交的那个税 对不对 但至少从税机的角度来讲 直接法计算是按照逻辑 从收入开头一点一点扣除各种 排除各种杂质 洗菜 把菜洗干净洗出的税机 对不对 当然如果按照直接法去计算企业所得税的话 老师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怎么样 那就要求企业的会计 还要按照税法去专门的做一套账 对会计来讲 他的工作负担就比较重 也没这个必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 我们采取的是间接计算法 计算企业所得税的税机 怎么叫间接计算法呢 因为企业所得税的税机 应纳税所得额 和我们的会计利润在概念上其实非常接近 都是我们收入减掉费用剩下的一个结余 那个概念 对吧 只不过由于税块之间有差异 有的时候会计认为是收入 税法认为不是收入 有的时候会计认为是费用 税法认为不可以扣除 等等等等 有差异 那么我们需要进行调整 那么现在会计利润 那个明摆着就在那儿呢 我们会计作章做出来的就是会计利润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以会计利润为基础 然后把税块差异进行调增和调减 对不对 比如说研发有税法有加计扣除 加计一扣除 我们就得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调减 对不对 把会计利润这个数往下减一点 让税法的税机变得少一些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我们税法说了 你那个职务福利费超过14%那部分 我不让你扣对吧 所以会计利润是扣了那个 那个超过14%的部分了 但税法说你得给我加回去 这叫调增对不对 所以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调增和调减 调出应纳税所得 这叫间接法 也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方法 也是我们注快税法考试 最后那道综合题一定会考的 他就考这个东西 如何调增 如何调减 当然在这里边 利用间接计算法 计算解锁的是税机的时候 同志们要注意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会计利润 综合题里告诉你的那个会计利润 因为综合题他一定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什么企业 他的各项收入有多少 各项费用有多少 你能算出个会计利润 对不对 你一定要小心这道题后面的提干里边 有没有会计做错账的地方 会计这个公司啊 有些地方啊 比如说市中销售 一批货理应市中销售 结果我没销售 对不对 我给职工发福利了 我应该市中销售 我没销售 对不对 我这个东西我应该交税 我没交税 等等等等 会计做错账了 那会计做错账了 你得改吧 改完以后呢 前面提干里给你的会计利润 还能成立吗 就不能成立了 对不对 所以你得把那个账 先给它做对 做对了以后 得到对的会计利润 再拿那个对的会计利润 以它为基础 进行调增和调解 去计算企业所得税的税金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错的点 所以同学一定要小心 拿到最后一道综合题 先把提干看一下 看看这个企业 会计做没做错账 做错账 先把那个做错的账 给调回来 调成对的 然后咱俩能对的 会计利润去做 否则你知道题啊 就很容易好几道 好几份都丢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同样也是做错账产生的 它不止影响了利润 还可能会影响什么呢 影响收入 我这题材当中列了 这个公司自己报道 会计报道 主任业务收入是多少 对吧 其他业务收入是多少 投资收益是多少 营业外收入是多少 给了你好多会计信息 在这个里边 它后边做错账了 我有一批货 我给职工发福利了 自己生产的一批货 给职工发福利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 按理说应该适中销售吧 对吧 结果他会计没做账 没做账怎么样 你得给他把这账做出来吧 做出来以后 他收入是不是也增加呀 所以他收入一增加 他提干力给你的收入就不准了 他提干力给你的收入不准了 你就怎么样 你就一定要记着 把提干力收入调一下 否则这道题 你会发现什么呢 不止最后 税机一定会算错 并且你那个经常 或者说肯定会考到的什么呢 业务招待费 你肯定算错呀 对不对 业务招待费 他是以收入的千分之五 作为他的一个限定条件的呀 你肯定就错了吧 广告业务宣传费 那个收入的15% 或者收入的30% 你他也是以收入为计算基础吧 那是你是不是肯定就算错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 他那个有公益捐赠 然后限额扣除 他上的利润的12% 对不对 你现在收入不对 利润就不对 利润一不对 公益捐赠那也错了吧 所以你一旦会计做错账 你没有把他的题杆进行调整 就刚才老是说那俩问题 一个利润有问题 一个收入有问题 这俩东西你不调整 这道题 至少一半的分没了 非常可怕呀 非常可怕呀 所以同学们 看综合题 先看做没做错账 这件事 自己内心念三遍啊 看最后一道综合题 先看会计做没做错账 千万别小看这件事啊 好 那么直接法 间接法 就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遍啊 在这里边主要 主要对大家进行归大了啊 那么我们考试当中 最常考的纳税调整项目 因为考就考纳税调整嘛 除了考那个做错账 那个问题啊 哎 那么最主要考纳税调整项目 有这么几项 首先不征税收入 基本上不会太考 哎 他考就考免税收入 免税收入里面 最常见的就是考国债利息收入 他可能会给你弄个国债转让收入 作为混淆 你要知道国债利息收入是免税的 国债转让收入 那可不免税 对不对 但是国债转让一定要注意 转让以后的对应的利息 他他他他他肯定是不不归我了 所以不免税 对吧 但转让之前 我持有期间产生的一些利息 没有免税 就免税了 能理解吗 哎 所以如果这道题考一个国债转让 你一定要弄清楚 卖国债本身的钱 肯定是不免税的 但被卖掉的国债 在持有期间应当获得的那些利息 那是给免税的 这是一个一锁点啊 然后就是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这些我们会计上 肯定是要把它确认为收入 最终产生的利润要增加的 但税法说我给你免吧 免的话 你就要进行纳税的调检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家计扣除的部分 最常考的 或者说今年必须会考的研发费 家计扣除 对吧 然后就是才 考了研发费用 其实实际上残疾职工 这个通常就不考了 对吧 但你要知道 万一他考的 对不对 残疾人工资 加计百分之百扣除 对吧 然后就是加速折旧的相关政策 当然这里边你还 我没写上去的 还要考虑一个什么呢 技术转让的一个问题 也是非常容易考的 对吧 技术转让的时候 我们有五百万以下免 五百万以上减半 这个政策的 它也可能会涉及到纳税的调检 那么以上这些是纳税调检项 那么后边 限额扣除和不得扣除部分 限额扣除分为两类 限额扣除里可以敌研的 和不得敌研的 可以敌研的 老师讲口诀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了 哪些可以敌研呢 我们说公益广告教育好 其他抄了算白交 也就是说有三类是可以敌研的 一个是广告费 一个是公益性捐赠 还有是职工教育经费 对不对 然后就是保险18可敌研 翻倍化妆药的饮料 那个我这个补充口诀里边吧 保险18 也就保险企业的手续费佣金 按照18% 对不对 按照18% 作为他扣除的上限 并且超过部分可以敌研 当然保险业的这18% 通常肯定是不可能考大家的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 这些都是可以敌研的 都是可以敌研的 比较容易考的就是 公益广告和教育 这仨东西好啊 所以可以敌 可以敌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三类啊 他们今当年啊 这本本本期间 他花的钱超过我限额了 超过的部分是可以敌研的 当然不能在本期扣 所以他一定要涉及到纳税的调增 大家想想 会计利润 我花广告 会计上确认的广告 确认他可是全确认了 然后产生了这个会计利润 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一部分我不让扣 那可不就得把利润进行调增吗 对不对 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是纳税调增的 但是啊 但是如果因为他可以敌研嘛 对不对 如果是以前期间 这个调增导致敌研到我本期的 哎 那就会怎么样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呢 调减的问题 哎 上一期广告能扣1500万 他扣 他实际花了2000万 等于500万被敌研到本期了 对不对 所以本期注意啊 本期我实际广告花了1000万 我的限额是1500万 我没没到限额吧 还有500万富裕吧 哎 正好上一期间又倒回了500万 这500万是不是就可以在本期扣了 哎 所以我本期就可以调减500万了 哎 那如果我上一期间掉 那个地研下来600万 我本期花了1000万 实际限额1500 我还有500万的限额没用 我地研下来的600万 是能在当期多扣吗 注意不能啊 哎 我可以先扣掉500万 剩下100万再地研到下一期 对不对 哎 所以这些可以地研限额扣除的东西 它既可能涉及到当期的纳税调增 也可能涉及到以前期间地研 导致当期的纳税调减 这个地方大家具体情况 要具体的分析 那么那些不得地研的限额扣除的东西 那肯定没没得说了 就会产生纳税的调增 最常见的 或者说必考 我告诉大家必考的 就是业务招待费 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 当然包括职工 既然考了福利费和工会经费 一定要会考职工教育经费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可以说是必考的 哎 然后呢 利息支出属于常考的 啊 一般企业的手续费佣金 通常考的就不是特别多了 但也会考 哎 那么对于这些限额 可以地研或者不可地研 限额扣除的问题 老师给大家专门编了口诀 这个口诀性价比很高的 一定要去记啊 一尿情剂把他们的限额比例 都弄清楚 老师在这儿 再带着大家复习一遍啊 大家咱们温故而知心嘛 对不对 哎 好好复习复习 啊 那口诀怎么说的 说福利14 补充5 啊 福利是按照工资的14% 补充养老 补充医疗 分别都是公资的5% 这补充养老 补充医疗是个冷门啊 但咱们现在筑块顺法 特别喜欢考冷门啊 所以一定要小心这一点 福利14 补充5 汇教28做扣除 对吧 工会2 职工教育经费8 对吧 哎 然后呢 业务招待6500 业务招待费 自身的60% 收入的千分之五 这俩选一选哪个小 对不对 然后呢 佣金5点 银行付 这佣金也是一个比较冷门的考点 对吧 一般企业 我综合体一定是按 以一般企业为主体去考的 所以我们关注 一般企业的手续费佣金 什么呢 佣金5点吧 哎 是按照我这笔业务的5% 哎 作为我的佣金扣除的上限 哎 那么怎么样呢 而且还必须得是银行付款 除非是给个人啊 除非给个人是可以现金的 哎 给企业必须是银行 那你给企业是现金的 对不起 一分都不让扣 对不对 哎 所以 业务招待6500 佣金5点 银行付 然后就说的这利息了 对不对 哎 借款本金 限25 稀超金融不作数 说的都是利息 对不对 我借别人钱我支付利息 对不对 哎 这利息是个支出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呢 啊 有两个限定条件 一个是借款本金的限定条件 25 对吧 通常我们是用到2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以 既然是考支出的 这个限额扣除 一定是以付出利息的那一方 作为本体去考综合体 对不对 哎 所以这个本体 如果是个金融企业 就很麻烦 哎 所以通常它就是个一般企业 既然是个一般企业 那就是用2 对吧 如果本体就借钱 借借钱用的这个企业 如果是个金融企业 那么怎么样呢 是按照借我钱的关联方 投资额的5倍 对吧 所以借款本金限额5 哎 我是个金融企业 啊 我可以按照本金算的时候 我可以按5倍 我是个一般企业 那么本金算限额的时候 是按照借我钱那哥们 他投资额的2倍 对吧 而综合体 我们肯定不可能考 本体不可能是金融企业 肯定是个一般企业 对吧 而且多半是个制造业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主要记住 那个2就行了 你就是借我钱的关联方 他在我这的投资额 1000万 所以他借我的钱 不管多少 本金的上限就是2000万 对吧 他借我3000万 4000万 5000万也好 我计算本金的时候 都只能按2000万 这里大家一定注意啊 千万别死穴 我这本金是个限额 对不对 但是人家 他借了 他投资我1000万啊 他借了我1500万 我在算本金的时候 我可不能按2000算啊 那你就真是傻了 对不对 他总共就借了我1500万 我怎么能按照 我说我本金上限是2000万 我就拿上限去计算 我的税金 那个利息扣除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对不对 我肯定 他没超上限 我就按照他实际的借款金额吧 作为本金 然后再乘以我的 最最高的那个限额的利率 对不对 所以借款本金下25 下一个稀超金融不多数 利息超过金融机构 同期同类贷款的 就不多数了 就得按照什么呢 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对不对 那反过来说 他要是低于呢 低于那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说我 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7% 我借款6% 我在计算可以扣的利息的时候 我不按6%扣 我按照金融机构的7%扣 那国家说凭什么 对不对 因为你计算的越大 你扣的越多 你交的税越少 对不对 国家是想让 怕你少交税 他才不会让你主动少交税呢 我不知道我说这话 同学们能不能听明白 听明白也没关系 你只要记住老师这口诀是怎么用就行了 然后最后还有两句 什么呢 公益利润占12 广告收入占15 对吧 就是公益捐赠 是利润的12% 对吧 然后广告呢 是收入的15% 对不对 这是正常情况 然后还有四句补充口诀 叫做什么呢 叫做公益教育 公益广告 教育好 其他抄了 算白交 这刚才说过了 是能不能递严的问题 保险18 可递严 保险业 企业 按摩18% 计算手续费上限 并且也是可以递严的 对吧 翻倍化妆药 饮料 这句话一定要注意 什么呢 化妆 药和饮料的制造业企业 怎么样 它的广告内上限 扣除上限就不是15% 是翻倍了 30%了 OK 所以这个以前也考过的 非常非常小心容易出错的 好 那么这些 按照这个口诀啊 大家把限额扣除的问题 全部掌握之后 还有一个不得扣除的情况 可以说啊 每年的综合题的最后一问 最后一问 它往往留给了这个不得扣除 所以几乎可以说 它也是必考的 那么这不得扣除 你得知道什么呢 什么是不得扣除的 什么是可以扣的 这里边比较典型的 像税收支纳金 罚金罚款和被陌生财务的损失 都是属于不得扣除的 对不对 但这里边一定注意 不包括企业间经营性的罚款 就违约金 它是可以扣的 对吧 但是政府罚的那个是不得扣的 既然不得扣 那要进行纳税调增 OK 那老师就把这个主要调整项目 就跟大家说完了啊 那咱们 这是给大家最后综合题的一道解题钥匙 一定要把这个表弄清楚啊 接下来我们看到单选题 2019年改编的啊 说某居民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一亿两千万 视同销售收入四千万 债务重组收益一千万 发生的成本费用总计是一亿六千万 其中业务招贷费支出两百万 假定不存在其他纳税调整项 问该年度企业要讲达多少企业所得费 其实就是在考你业务招贷费的调整吧 对对 业务招贷费怎么怎么怎么调整啊 业务招贷六千五吧 一个自己的百分之六十 一个收入的千分之五 这里边收入是什么收入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是什么呢 是营业收入 对不对 那包括了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适从销售收入 对不对 之前讲过了啊 当然你可以回想回想 为什么 为什么 吃吃喝喝业务招贷 为什么只跟营业收入相关 跟这债务重组什么的 不相关 你自己琢磨琢磨啊 好 那么对这道题来讲 销售收入一亿两千万 适从销售 适从销售 四千万加一块 一亿六 这是营业收入 对不对 所以照重组 不在这里边啊 不在这里边 这一亿六的千分之五 一亿六的千分之五是多少呢 一亿六千万的千分之五 那就是十六乘五呗 十六乘五就八十嘛 所以你口算一下八十万 这是一个上限 好 一个自身的百分之六十 二百万的百分之六十多少 一百二十万 对吧 一个八十万 一个一百二十万 怎么样 看哪个小吧 所以最多能扣八十万 最多能扣八十万 那两百万最多能扣八十万 等于要调增多少 利润要调增一百二十万 对不对 现在利润是多少 一二加四 一六 一六加一 一七 一七减一六六 等于会计利润是一千万 没有其他调整事项 就这一个 一千万加上一百二十万 一千一百二十万 然后计算要缴达多少企业所得税 这又没说是什么特殊的企业 就是一普通企业嘛 所以就正常税率百分之二十五呗 所以怎么样 这个一千一百二十万 除以四 对吧 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你算算就知道了多少 二百八十万 二百八十万啊 所以这题选四地 他明白了吗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 第二个 第二节就是境外所得抵扣税额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第十二章国际税收税务那个里边 我们重点就要说的就是这个境外所得抵扣的问题 所以咱们这一部分的内容 放到咱们国际税收税务那一章 第十二章去 再讲 在这就不多说了 但是基本原理大家要弄明白 什么呢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跨国的企业 那在中国是个居民企业 那么我在国外赚的钱 在中国也得交税 对不对 但问题是我在国外赚的钱 在国外人家交过企业所得税了 在拿到国内的时候 那么我们中国的税务机关 能不能说我不管你在外边交了多少税 反正你在这儿 就当没交过税 重新给我交一遍 这是不是有点霸道啊 对不对 重复征税了吧 对不对 对于全球化是不利的 对不对 我们要鼓励全球化 我们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鼓励企业走出去 你只有在全球化的市场当中 首先你市场大 那么你企业的竞争力才更强 而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 实话实说 咱们在现在看那个 俄罗斯乌克兰打了那么厉害 对吧 好多人就觉得中美之间的 这种激烈的交锋 很多人都觉得很害怕 对不对 我们就觉得 不可能会出现那么严峻的问题 为什么 这也跟我们的全球化有关系的 因为整个世界被绑定在一起 其实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 大家想是不是有道理 对不对 因为大家被绑定在一起了 你没了我 你买不了东西了 对不对 没了我 你活不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再想跟我敌对 你这也跌了跌了 能不能跟我实现脱钩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鼓励全球化 那么既然要鼓励全球化 那怎么样 你在外边交内税 在我这儿怎么样啊 当然就可以抵 这也就是说抵扣税额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怎么抵 第十二章具体讲 但在这儿 我觉得大家基本原理跟大家提一句 你肯定就明白了啊 因为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 你想啊 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 它的解锁都是税率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那个地区解锁都是税率低 咱们国家解锁都是税率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底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了 我在那边 同样的情况 我交的税低少一些 对吧 到我们国家 假如说按照我们国家的税率 算一下 比如说你那啊 按照他们国家税率 你要你交 你应该交100万 按照我们国家税率 应该交150万 那回到我们国家的时候 我是按 把你这收入 按照150万去进行抵税呢 还是按照100万去进行抵税 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你认为你是中国政府 你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那 我这个 我这笔钱啊 在我们中国的眼中看来 应该交150万的企业所得税 那边已经交了100万了 请问拿到我们中国 我应该让他怎么交税 你这么一想 是不是很简单 150万减100万 往上再交50万 对不对 等于说 你这钱 因为你居民钱 你本来应该在我这纳税吗 应该拿150万吗 但因为你交了100万了 所以这100万就让你抵了 剩下50万 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啊 对吧 咱们讲的时候再说 但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我按照我们的税法 把这数算一下 看看你应该交150万 你已经交了100万了 我就让你先抵了 然后剩下50万 你再补交给中国就完了 对不对 反过来说 按照我们中国的税法算 这个钱应该交100万 但你那已经交了150万了 回了以后还让他交吗 对吧 就不交了 对不对 但是我多交这50万怎么办呀 对吧 这设计上之后会说的 分国不分项 不分国不分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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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啊 咱们到时候再说 啊 但是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啊 我认为你该多交的 你得给我补 对吧 我认为 啊 这个 你那边交多了的 我是可以让你抵 对吧 大概原理就是这样啊 所以其实也没那么难啊 没那么难啊 大家不要那么害怕 好 接下来咱们说第三个啊 合定征收啊 之前咱们讲的都是查账征收 从收入开始扣各种成本 扣除费用 得到税机 税机成税率得税额 对不对 但现实就是很多企业 首先你查他的账 成本就高 对不对 而有些企业怎么样呢 他本身的账也不清楚 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小微企业 他账就是不清楚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你们就 咱就比如举个例子吧 你出去餐馆吃饭 你出去餐馆吃饭 我问你 你吃完饭以后找他要发票吗 有的就说找啊 我特意去那个前台找发票 然后人家说了不给发票 能不能给你瓶饮料 对不对 发票换饮料 那对于你这个纳税人来讲呢 你那要发票也没用 你干脆给我瓶饮料吧 我说这种情景 大家是不是在现实当中很常见 那这意味着什么呀 这意味着对于这个餐馆而言 你想核算 他倾注他的收入有多难呀 这非常难呀 因为我的消费者 没有那么强烈的要发票的欲望 而我们国家又是 又是非常强的 以发票来控税 以票控税的这么一个国家 对不对 现在发票没有 没有的情况之下 我怎么确认他收入 对吧 收入就很难确认嘛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那账用很难 很容易做不清楚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怎么调的征税呀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就一定会有 合定征收的情况存在 对不对 那么合定征收 什么情况之下 会合定征收 这里边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了 比如说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可以不设置账簿的 就没账簿 或者是应当设置账簿 我没设置的 我故意不设 对不对 有这样的人 大有人在啊 对不对 应该设不设的 那也是没账簿 对吧 然后就是擅自销毁账簿 或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 有账簿 我不给你 我把它烧了 也等于没账簿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 虽设置账簿 但账簿混乱 或者成本资料 收入评证 费用评证 残缺不前 难以查账 前三个没账簿 第四个有账簿 但很难查 也写不 也写 他写的也不清楚 对不对 然后就是发生纳税义务 未按照规定期限 办理纳税申报 经事务局关 责令限期申报 于期仍不申报的 不给你提供资料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提供资料了 但是提供的这个 技术依据明显偏低 又没正当理由的 这东西别人卖都一千万 你给这个人卖一百块钱 明显偏低 又没有正当理由 就类似这样 上面你就可以看到 是因为没有账簿 我查不了 下面这个呢 是他给你账了 或者是说 给你这个价格了 但是怎么样 太低 不合理 对吧 但这种情况 我们都有权进行 核定征收 进行核定征收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企业 都可以核定征收的 但一些特殊行业 特殊类型的纳税人 和一定规模以上的纳税人 大家注意 可是一定规模以上 他没说一定规模以下 有一些规模以下的 小的纳税人 那出于成本的考虑 我也是允许核定征收的 对不对 规模以上 你都那么大的一个企业 你还告诉我 我没设账簿 对吧 我没快捷部门 我账做不清楚 对吧 等等等等 那就说不过去了 对吧 所以规模以上的纳税人 怎么样呢 就不能适用 核定征收办法 那么其中有一个 专门提了一个 就是专门从事股权 或者股票投资业务的企业 也不能够进行核定征收 说这些不得 为什么 其实有个潜台词 在之前 咱们讲各种课 包括土地增值税课的时候 大家就应该能够意识到了 核定征收 本质上 通常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 结税 就是说 我正常交的税比较多 核定征收交的税 通常是比较少 甚至有可能少很多 有可能少很多 咱土地增值税课的时候 举个例子 对不对 当然 大家一定要知道一点 就是核定征收的设立初衷 一定不是为了让你结税的 他不是说 为了让纳税人结税 为了更好的服务纳税人 所以我用了 发明了一个叫做核定征收 一定不是这样 而是什么呢 一些纳税人 我没办法 正常的查账征收的情况之下 税务机关又必须去征 那么 得到的一种 就是妥协式的一种征税方式 他本身目的并不是为了 为了结税 为了让纳税人少交税 但是他产生的效果 又往往是让纳税人少交税 对不对 所以国家就要防着 有些纳税人利用核定征收交税 这个结税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那像从事股权的这个 什么呢 就是这种投资公司 他必须得财务合规 对吧 所以你不能是说 你要不然不见账 要不然账合策不清楚 要不然故意加个偏低等等 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你说你出现了 那我也不能进行核定征收 是这么个意思 好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然后核定征收办法怎么办 这里边大家就需要注意了 核定征收 核定出来那东西是什么 是税机 是税机 这是非常易错的一个点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核定征收有两种途径 一种就是你这个纳税人 收入还是比较准确能确认的 但是成本很难确认 通常适用于什么呢 我这个纳税人跟其他客户之间 有签合同 有开发票 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纳税人自身 会计核算比较混乱 导致我的成本核算不行 对吧 发票也 这个成本核算非常乱 对吧 发票也弄不清楚 有的干脆没发票 对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 收入因为有合同 因为有银行转账记录 因为有发票 收入这块 比较能确认 但成本很难确认的 那么我们就把成本舍弃 从收入 从收入为基础 去乘以一个什么呢 叫做应税所得率 去计算什么呢 应纳税所得额 这里边最容易错的就是 有的同学认为 应税收入额 乘以应税所得率 得到的就是应纳税额了 不是 他得到的是个税基 是应纳税所得额 是税基 还得乘以什么呢 适用税率 才是最后的税额的 也就是 企业所得税合定征收 它是要两步 它是要乘两个率 一个叫做应税所得率 乘出来了以后 是税基 再乘个税率 得出来才是税额 这是最容易错的 有同学直接乘个 应税所得率就完了 就人为那就是税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里边 应税所得率 其实就跟我们 那个销售利润率 那感觉有点像 收入乘以销售利润率 那不就是利润吗 对不对 收入乘以应税所得率 就是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 本质上 也是个利润的概念 所以这是这么来理解的 这个比较好理解 对吧 当然考 如果说题目 或者选择题 真考这么一个 他一定会给你 应税所得率是多少 你只要用收入 乘这个东西 乘出来的就是税基 再用税基乘以税率 就得到税额了 这是从收入的角度 去折算税基的 还有一种核定方式 是什么呢 是针对那些成本核算 倒是挺清楚的 但是收入很难确认 或者是很难相信 它是真的 这样的大税人 我们从成本的角度出发 去进行折算税基 那什么样的纳税人 这个成本核算的清楚 收入核算不清楚 对不对 因为我们通常认为 收入还是挺好核算的 对吧 有合同有发票 成本乱七八糟的 不太容易核算 那么其实成本清楚 收入不清楚的 这个纳税人 倒还挺多的 倒还挺多的 比如刚才老师举的那个餐厅 那就是很典型的 对不对 他收入 因为好多吃饭的人 他都是最终的消费者 他都是个人 对不对 他不需要那个发票 他不需要发票 就导致我在收入这一块 就怎么样啊 有可能被低估嘛 好多我既然不开发票 我就不确认收入呗 对不对 但成本那块 它可是核算的 清清楚楚的 我从菜市场买了什么菜 对吧 我那个水电费花了多少 燃油费花了多少 对不对 运费花了多少 他可是清清楚楚的 对不对 还像这样的大事人 那在成本核算清楚 收入很难确认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从成本怎么样 去开始折税机 对不对 那成本折税机怎么折呢 从公式的角度来讲 就是成本费用支出额 这不是确定了吗 用它去除以 一减应税所得率 再乘以应税所得率 这种感觉就跟我们那个 讲关税那个组价对吧 讲那个什么委托 这个委托加工的一些 组价公式很像 对吧 就是用所有已知成本 除以一减一个比率 除出来以后折成收入 再用收入乘以那个 这个这个比率 对不对 有点类似吧 其实道理原理也是一样 你想啊 知道收入 直接成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实际上是利润率吧 知道收入 直接成这个利润率 就得到最终 我们所谓那个利润 对吧 那知道成本 又知道利润率的时候 怎么办呀 那先你把成本折成收入啊 成本怎么折收入啊 你想啊 我知道收入 知道利润率 我收入乘以利润率 就是利润 收入减利润就是成本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呢 那就是收入 诶 诶 诶 乘以一减去利润率 假如说用R来表示 收入乘以一减利润率 是啥呀 是不是就是成本呀 对不对 对吧 收入乘以一减利润率 不就是成本吗 那个R就是利润率啊 那反过来说成本 除以一减利润率 不就是收入吗 这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从成的角度 我比较好理解 从除的角度 不太好理解 你假如说利润率是10% 诶 那么成本费用率 其实就相当于是90% 对不对 成本是90% 利润是10% 加一块不就收入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数学学的好的同学 应该都知道 我用我的金额 除以这个金额对应的比率 就是整体 对不对 现在成本的金额 是比如说900万 成本金额 成本的这个金额 占全部收入的比重是90% 对不对 那么就用900万除以90% 最后折出来1000万就是收入 这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玩意儿 实际上就是知道成本的情况之下 把它折成收入 然后再用收入 乘以这个应税所得率10% 把那个利润 把那个利润折出来 知道利润一定 记住它是税机 还得乘以税用税率 才是应那税额 好 那我们看一道例题 说某批发零售的小型威力企业 小白铺 对不对 那小白铺同样也是一根本道理 我采购成本 计算的比较清楚 卖都是卖给居民 谁要发票 对不对 所以成本核算的轻 收入核算不轻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假定2021年 假定2021年 自行申报 自行申报 收入215万 成本费用255万 当年亏损是40万 亏损40万 理应不交水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 税务机关说 你那个收入 我实在是不能信 对吧 所以税务机关要对它进行审核 认为它的收入总额 是无法核实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说成本费用准确 收入不准确的情况之下 核定征收 怎么核定征收 刚才不是刚讲一个 这个折算的方法吗 对不对 现在题目给你了 应税所得率8% 问这个小型威力企业 2021年度 应小拿多少企业所得税 那怎么样 先用成本费用255万 折成收入 收入是多少呢 255万 除以一减8% 对不对 8%是利润 那92%就是成本 255万成本 除以他所占的比重 92% 得到的就是收入 得到这收入再怎么样 再乘以8% 就得到那个利润 得到那个利润 也就是我们的税机 税机出来以后 再乘税率 就得税务了 对不对 只不过这里边 一定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小微企业 这小微企业 承出来的利润 承出来的利润 现在你看收入 这个成本 折成收入也差不多 这个好像没超过300万吧 对不对 收入都没超过300万的情况之下 那利润肯定更没超过了 对不对 利润肯定更没超过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 它是适用优惠税率的 所以这里边有个小坑 稍微注意一下 那好 先去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先把成本折成收入 再用收入乘以这个所谓利润率 得到我们税机22.17 22.17万的税机啊 这是税机啊 可不是税额啊 我再次说一遍 好多同学在这个地方出错啊 就到这一步 完了 要交212.17万 对吧 这小白铺该哭了 这么多啊 真的有这么多吗 没有啊 这是税机 用税机乘以对应的税率 因为它很显然 没超过100万 所以实际税率 你别看我这弄我仨 实际税率是啥呀 实际税率就是2.5% 那么因为2021年嘛 所以肯定是1月1号的 12月31号这段期间 它适用2.5%嘛 所以用税机乘以2.5% 得到5500块钱啊 你交5500块钱的企业所得税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当然企业还是会哭 为什么呀 我跟税务机关报 我亏死是吧 税务机关不认 还非要让我交5000块钱的 企业所得税 还是会哭啊 但是好歹比这个 要叫20多万要强 对不对 好 这是有关于居民企业的 核定征收 好 当然居民企业核定征收 通常不会考 为什么呀 因为居民企业的 查证征收 是最后那道综合体 然后我这边计算题 在这个选择题 我再给你考个核定征收 有毛病对不对 就是居民企业考的太多了 所以他不会考居民企业 但他会考什么 他会考非居民企业 所以非居民企业这块 我们要注意两件事 一个叫做源泉扣角 还有一个就是后边讲的 非居民企业的核定征收 咱们先来说源泉扣角 什么叫源泉扣角 这之前老师其实也提过了 就是我们在源头 就把这个税给代扣代缴了 千万不要被人拿走 为什么怕被人拿走 因为它是个非居民企业 并且没有设立机构场所 或者设立机构场所 但赚了钱 跟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 等于是扭头上飞机 他就可以走人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指望这个外人 去主动的申报纳税呢 对不对 不能指望 所以既然不能指望 那我们要保证税款 不要流失 因此我们在源头 就把它扣下来 也就是给出钱的那个人 对吧 我们通常都是 收到钱的人交税 对不对 现在是我给出钱的人 在给之前 就把它应该交的税扣下来 履行扣角义务人 代扣代角义务 代扣 再代替那个外人 把这钱交给国家 这样的话 能够保证税款 不被流失 对不对 那么代扣代替的过程当中 一定注意税率 就是我们所谓 预题所得的税率 10% 或者题目给的协定税率 一定得看 给协定税率了 就是协定税率 没给协定税率 就是10% 这个如果考的话 要不然综合题 给出疑问 但是更大可能性 在计算问答题里给大家 就计算问答题 专门考一个 涉及到 这个跟非居民企业之间 产生业务的 原权扣角的一些问题 对吧 以前也考过的 考增值税的 这个代扣代替 考企业所得税的 代扣代替 对不对 但是大家不要害怕 为什么 因为一旦考这题 基本等于送分 大家想想 无非就是收入 你成个10% 就出来了 你分就得到了 一分开开心心 对不对 所以一旦考原权扣角 其实非常 大家应该很开心才对 那么在企业所得税里边 原权扣角 主要涉及到什么 两类 当然都是对于非居民企业 而且 他没有机构场所 或者是收入 跟机构场所无关的 才会适用 这个10%税率 原权扣角 那么税率有了 税基是什么 税基是什么 两类 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 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和利息 租金 特许权使用费 就巴拉巴拉 这些 那么这些 都是以收入全额 作为应大人所得 换言之 就是没有任何扣除项 老师之前 就给大家讲过 预体所得税 完全扣角 为什么所得税率 给这么低 10% 好像感觉上 照顾老外 欺负咱们自己人 似的 我跟大家说过 不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因为他这10% 通常是对收入 是对收入成10% 直接就交税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那查账扣 那是收入减交扣除项目 以后对利润 成25%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说那25%就高了 这10% 税率就低了 不是啊 因为他不让你扣东西 对不对 所以在原先扣角的时候 通常是不让扣的 但有东西让扣 什么呢 转让财产 这个财产 当然怎么样 当然包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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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设备 这属于转让财产 对不对 然后那个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专利权 转让算不算啊 商铁城转让算不算 也算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 一定注意 如果你是特权使用费 就是专利还在我这 我只是让你使用 那么赚多少钱 就用收入全额做税机 如果是我直接把我这专利 这是我的财产吧 直接转让给你了 怎么样呢 那就以收入全额 减出这个 减去这个财产的净值 以后的余额 作为税机 再乘以这10% 那等于是 允许你扣东西了 财产转让啊 允许你扣东西了 哎 啥意思啊 国外的人 把你的财产 卖给我们自己人 怎么样 鼓励啊 鼓励啊 鼓励你们把财产 都卖到中国了 对不对 哎 它是有鼓励的成分在里边的啊 当然这个也合理啊 也合理啊 对不对 因为那个财产 毕竟这个 这个这个净值是多少 我们是大概是能看出来的 对不对 当然这里边一定注意 是用收入前额 减去财产的净值 可千万注意 不是财产的原值啊 为什么不是原值 为什么不是原值啊 哎 比如说我那个专利 对吧 本来1000万 当然我之前已经摊销了 哎 摊销了一部分 税间扣除了 我现在就剩500万了 对不对 我现在这个2000万卖出去 2000万是收入 我扣扣的时候 我是扣那个财产的原值1000万 还是扣我现在的净值500万 去计算所得呢 注意是扣500万 扣的是净值啊 哎 等于说我 我所得是多少 1500万 1500万乘以10% 150万交税去吧 啊 交税吧 您那啊 哎 如果我是2000万的收入 扣掉1000万的财产原值 扣完以后是1000万 乘以10%是100万 我交税就交少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 国家不让你用原值扣 用净值扣啊 潜在词是让你少交点 还是多交点啊 多交啊 对不对 让你扣的少 等于让你交的多吧 对不对 但这样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财产 从原值变成净值的过程当中 您那边折旧摊销了呀 您那边折旧摊销的时候 你那时候交税交少了吧 对不对 你那时候交税交少了 我现在把你把这东西卖出去的时候 我能让你再少交吗 明白了吗 哎 所以那边已经税前抵扣了 这边你就不能让你再抵扣一遍 否则就重复抵扣了 哎 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啊 原来也考过这个题啊 那么好 咱们讲了这个原权扣角 它的情况了 哎 就是非居民企业 对吧 这是一个主体对象 然后他怎么样呢 他没有机构上走 或者有机构上走 但赚了钱 跟机构上走没关 需要原权扣角啊 直接用我的收入 或者是转到财产所得里边 那个收入扣完 那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财产净值以后了 那个作为我们的税机 然后乘以这个税率 就直接得到税额了 对不对 这里边 大家都注意 一定跟前面这个 居民企业的合定征收 分开来看啊 居民企业 企业所得税的合定征收 也是从收入开始的 但收入乘以那个应税所得率 呃 乘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还得再乘个税率 他得乘俩东西 算出了才是税额 而原权扣角计算的时候 只要乘以一个比率 就直接得税额了 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啊 所以大家千万别混淆啊 千万别混淆 那这是一个啊 我要强调的 跟前面那个居民企业 合定征收 不要混淆 包括跟后面那个 非居民企业合定征收 就跟合定征收 不要混淆啊 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就是 并不一定说非居民企业 他有机构场所 然后赚的钱 跟机构场所有关了 就不用援钱扣角了 也是有可能有的 就是在我们下面讲的这个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 设立了机构场所 去从事经营活动 取得的所得 哎 那么也可能会进行 原权扣角 主要是哪两类所得呢 一个是提供劳务的所得 一个是承包工程作业的所得 哎 你想 承包工程作业啊 我请一个国外的公司 到我这儿给建个大楼 对不对 工程作业 对不对 我请国外的一个公司过来 帮我干嘛呀 帮我把买的那个机器设备 给我装上 对吧 安装也是工程啊 那个 我装好了这设备 我让他过来帮我进行修理 维修 进行加工等等 对吧 加工修理修改劳务 对不对 像这两类 他们通常情况之下 对吧 那个境外那个企业 在我们中国 得弄一个什么呀 机构场所 对吧 比如说我建个工程吧 我得搭个窝棚吧 对 我得让我的管理员 到他入住吧 就到工程现场吧 对不对 所以他是有机构场所的 但是虽然有机构场所 从我们实务的角度来讲 从我们实务的角度来讲 怎么样呢 确实通常这两种情况之下 怎么样呢 是我们这个买服务啊 买服务 买工程 服务啊 买这个劳务的这个人 我给了钱就完事了 我不用旅行扣掉义务啊 但是有的时候啊 税务机关对这两类啊 对这两类 他说呢 我我他这个机构场所 虽然是个机构场所 但比较临时 说不定过两天卷包人就跑了 比较这个跑起来比较容易 他不像在我这开一个公司 有个门店 弄这么个机构场所 他比较稳定 想法没那么容易啊 他这俩工程 施工现场的那个窝棚 和暂时提供的这个 加工修理修备劳务务 暂时租了一间 那个工作室等等 这就跑起来比较容易 所以虽然有机构场所 我们具备查账条件 但是我就说有的情况之下 对于一些非居民企业 我们还是希望实行原权扣缴 因此呢 也是让给钱的那个单位 在给钱的时候 履行扣缴义务 所以这两类情况 它也是可能涉及原权扣缴的 即使他们有机构场所 即使他们赚的钱 跟这个机构场所有关 是因为这俩机构场所 比较容易跑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19年一道真题 说在中国境内 未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得时 使用的下列方法 符合税法规定的有哪些 A 股息所得 以收入权额为应纳税所得 这没问题吧 对不对 对吧 原权扣缴 这些上面肯定说的是 原权扣缴的事嘛 对不对 那么税机是什么 税机就是收入权额 对吧 除了那个财产转让以外 都是收入权额啊 第二个特许使用 特许权使用费 是以收入减去 特许权摊销费用 作为应纳税所得 这就错了 那特许权使用费 是按收入做税机的 特许权转让 就直接转让了 叫财产转让 那才是扣贪销以后的 作为所得的 对不对 所以B是错的 C 租金所得 以租金收入减去房屋折旧 唯一那是 没有房屋折旧啊 不让减的 直接就以租金收入 对吧 所以他也是错的 D 财产转让所得 以转让收入减去财产原值 这话也错了 不是原值 是净值啊 好 那么只有A是正确的 这就是考 这就是考这个 这个原权扣缴税机的计算问题 那咱们刚才说了 这个非居民企业 这个原权扣缴这个问题啊 扣缴计算的那个方法 咱们有了 接下来就是这税 什么时候交的问题 就是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那么非居民企业 进行原权扣缴 那这个扣缴义务人 啥时候扣缴啊 这个扣缴义务发生时间 通常什么呀 通常也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啊 也就是说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所得试的啊 按照扣缴义务发生之日 那什么时候发生扣缴义务呢 就是相关款项实际支付 或者到期应支付之日 这就是我们说 企业所得试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吧 要不然这是钱你付了 要不然就是按照合同 你该付了对吧 付款日或者是该付款的 那个日期对不对 通常跟我们会计 确认是相似的 就是权利义务发生 已经风险已经转移了 我已经有权去收到钱了 或者干脆这些钱 我就已经收到了 那当然就产生纳税义务了 那产生纳税义务同时 就产生扣缴义务了 对不对 这是正常情况 那么取得收入的非居民企业 在主管收入机关 责令限期缴纳税款之前 自行申报纳税 那些应原权扣缴税款 这说的是什么呀 说的就是刚才我说 那个工程 大个窝棚 对吧 提供老五给你修设备的时候 离世租了个工作室等等 对吧 这种情况 它不是有机构长所吗 本来那个 这个这个非居民企业 它可以自行申报 对不对 但是什么呢 纳税机关说 事务机关说了 说你这个跑起来比较容易 我等不了你自行申报 我可能会责令你限期缴纳 就是你赶紧把税交了 对吧 但是这个非居民企业 有的时候是个好非居民企业 它不用说事务机关 去鞭策和催促 我在责令限期缴纳之前 我这非居民企业 就自行去进行缴纳了 有没有这种企业 当然也有了 对不对 有拖着不交水的 当然也有提前交机交水的 对吧 还有一些 就正常来讲 就是应该原权扣缴的 对吧 我给你租 那个租了个 那个提供租赁 这个收到钱了 对吧 或者是我给你借钱 非居民企业 我给你借钱 然后收利息了等等 按理说应该是进行原权扣缴吧 对吧 你给我钱的那个人 那个企业 借我钱的企业 怎么样呢 支付利息的时候 你就就事原权扣缴一下 把这个税款交给税务局关 对不对 本来是这样 但是我这非居民企业非常好 对不对 我自己交起 我说你不用你原权扣缴 原权扣缴之前 我就把这个 这支税款就交给主管收入局关 我自行申报去了 那主管收入局关能拦着吗 肯定不拦着 大家想想是不是 肯定不拦着 对不对 他不能跟这非居民企业说 说你这个 这让我感动 对不对 那些非居民企业都逃着不交税 结果你主动到我事务局关 对吧 来去进行交税 太好了 不过你回去吧 你这个是应该原权扣缴的 请让那个扣缴 有个人帮你交了 你就当白跑一趟 行不行 肯定不能这样 对不对 既然都来的来了 就交了呗 对不对 那交的时候 问题就是你 你怎么交 因为他毕竟是非居民 这个 这个非居民企业嘛 所以结算的时候 就涉及到汇率差异的问题 我得把它 它那个本 它那个 它之前那个外币 折算成我们人民币 再去计算 它收入是多少 并且交税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就要确定一个税 那个汇率 那个时间的问题 对不对 哪一天的汇率呢 就要按照填开税收缴款书之日 前一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去折合人民币 也就是你非居民企业 什么时候主动来我这 申报纳税了 那么就在你主动来这一天 你到大厅那填那表 填那表的时候 用它前一天的人民币 汇率的中间价 去折我这个外币 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钱 然后再去计算 缴纳 我们要交多少企业所得税 那为什么用前一天的 不用当天的呀 因为当天的还没出呢 对不对 当天的 它的汇率还在波动啊 对不对 我总不能说 我一非居民企业 到你税务金管那 我主动申报纳税 然后你说你等着 等到今年 等到当天的人民币汇率 出来以后 你再按照当天的去算 去交税 我从我早上过来的 非得等到晚上下班的时候 我再去申报 那那行啊 所以这反过来说 也解释了 为什么有的非居民企业 不等 不等 不等那个扣交医务人 进行源泉扣交 他自己主动来交税 他有可能担心什么呀 他有可能担心 我们之后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啊 这人民币汇率贬值 我的外币 换算成人民币 这人民币变多了呀 人民币一变多了 我交税的交多了 对不对 大家能理解的意思吧 所以他就 我宁可主动投案 我主动提前交税 对吧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就是主管事务机关 现在你不交税是把我责令 那些取得收入的非居民企业 限期缴大 应源泉扣交税款的 等着税务机关催你了 这个时候呢 还能等到你什么时候来 然后呢 什么时候再交呢 就不行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已经 你已经让税务机关催你了 对吧 所以催你 然后你说我再等两天 我看看税率 汇率有什么变化 哪一天汇率好了 我第二天再来 就不给你这个等的时间了 怎么样 就应当以主管事务机关 做出限期缴大 限期缴税决定之日的 前一日的人民医汇率 也就是我已经催你了 就以我催你那一天 前一天的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来去折算你要交多少税 就是我催你了以后 这个税就定下来了 你想再等 再看哪天对你有利 不行了 所以两件事 大家看出来了吧 他这个对于汇率确定时间 当然注意都是前一日 是不一样的 你主动来交的 可以按你主动来交的 那一天的前一天 如果是你被动的 等着我催你以后 你再来交的 那就是我催你的时候的 前一天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就是非居民企业 因为会计账不见权 资料产权难以查账的 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 不能准确计算 据实申报 讲他应大所得税的 那么同样也可以核定征收 核定征收的方式 有三种 其中第三种 经费支出不常考 那么第一种按收入 第二种按成本 同样对应了刚才讲居民企业的那个事 也是一样的 就收入比较能确定的 就以收入为基础 乘以对核定的利润率 得到的是税机 对吧 按照成本 确认比较准确的 就以成本为基础 除以一减税率 除以一减利润率 把它折成收入 再用收入去乘以这个利润率 同样也是得到的是税机 这就跟居民企业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注意 非居民企业 这是个主体 在非居民企业这个主体下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刚才讲的源泉扣角 直接用收入 或者是转让财产的话 用收入减掉财产定值 得到的那个所得 乘以预体所得税率 直接得到的就是税额 这是一条线 还有一条线 就是非居民企业要核定征税了 这个地方就要成两件事了 一个成的是什么呢 成的是合定利润率 成出来的是税机 然后再乘以税用税率 得到的是税额 明白了吧 两件事都是非居民企业 你看它是源泉扣角 还是合定征收 是不一样的 在计算文答题里面 尤其要小心 好 那么到此 咱们就把这个应纳税额 计算的问题 就算彻底捋清楚了 在这一章里头 我们分了两个 一个是前面复习了 复习了什么呀 复习了那个 咱们之前讲的那个扣除问题 收入确认扣除的问题 间接如何调增调点 另外一个专门讲了什么 合定征收的问题 和源泉扣角的问题 大家要弄明白 合定征收和源泉扣角 是两回事 源泉扣角是收入 乘一个数就是税 对吧 合定征收是收入乘俩数 才是个税 知道这个就行了 最后还有第八节 征收管理 征收管理里面 其实主要也是在谈 源泉扣角 所以打三颗星 其他的那些什么 纳税时间呀 那个纳税又发生时间 是第一节就讲过了 这里边什么脚裤漆 通常都是15天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纳税地点 也没什么可说的 重点咱们还是看云 这个合定征收 所以简单过一遍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居民企业 纳税地点 我们知道就是登基注册地 如果我是注册的 在这个境内的 比如什么 百分大群岛 开漫群岛 实际管理机构在境内 那就是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纳税地点 然后怎么样 它实行的是汇总交纳 对不对 汇总交纳 那所以呢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金构的 怎么样呢 要汇总到总部 去统一去交企业所得税 它跟那个流转税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除了国务院另有规定之外 企业之间 你看啊 设立不具有法人的 那是个分公司 对不对 要具有法人就变成子公司 两个独立的企业之间 通常就不合并 缴纳企业所得税了 各交各的 也就是说我作为总部 我成立一个分支机构 如果是个分公司 赚多少钱 或亏多少钱 汇总到总部一起交 如果成立的是个子公司 它得跟我没关系了 它叫它的 我叫我的 两件事 OK 这是居民企业 那么从非居民企业来讲 它主要就是机构场所 对吧 机构场所所在地 缴税就完了 如果这个居民 非居民企业在我国境内 有多个地方有机构场所的 它可以指定 哪个是主要机构场所 在那个地方 汇总缴卖 如果我没机构场所呢 或者是有机构场所 但是所得跟机构场所无关呢 这就属于要进行原权扣缴了 对吧 那么就在扣缴义务人的所在地 缴纳就完了 这是纳税地点 那么利用纳税地点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辨析一下 如何进行税收筹划 比如举个例子 总部位于西安的假公司 准备在北京设立一个分支机构 方便它的业务开展 那么考虑到 可以设立子公司 也可以设立分公司 那么现在就要判断 到底是分公司还是子公司了 那么假设这个分支机构 预计从2022年到2025年 它的因纳税所得额分别是多少呢 2022年亏1000万 然后23年亏500万 24年转回来了 赚1000万 25年赚2000万 请计算该分支机构 对集团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就是假定两种情况 要不然它是子公司 要不然它是分公司 那我们看啊 如果是子公司的情况之下 两个都是企业 通常不合并降纳 对不对 所以子公司对于它 它交企业所得税怎么交啊 第一年亏了1000万 不用交 第二年亏了500万 不用交 第三年赚了1000万 但有未弥补的亏损 所以1000万 抵掉1000万以后 也不用交 对不对 第四年赚了2000万 但还有500万亏损 未弥补 2000万减500万 还剩1500万 1500万除以4 那就乘以25%啊 那么第四年 交375万的企业所得税 这是在子公司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是分公司的情况呢 分公司的情况 假设总部有足够的 因纳税所得额 来进行抵减的话 那么分公司 它是汇总纳税 这头一年 亏的这1000万 就汇到总部去了 所以呢 总部在头一年 就可以少交 250万的企业所得税 对不对 1000万乘以25%吧 250万少交的 对吧 那同样的道理 到了第二年 就可以少交125万了 到第三年 这1000万也汇到总部 而且之前的亏损 已经没有 为米母亏损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这1000万都得交税 所以第三年 它就要交250万的税 那么第三年 同样交500万的税 对不对 这是子公司和分公司 不同情况之下 那么对于整体 它交税的一个影响 那么其中分公司 你可以看啊 第一年少交250万 第三年多交250万 两者相抵 第二年交了 少交125万 第三年多交了500万 500减125 还是375 所以不管是子公司 还是分公司 你放到四年来看 它最终交的税 最终对税的影响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只不过分公司呢 怎么样 前面交的少一些 后边交的多一些 那大家想想 单纯从税的角度出发 就从企业所的税的角度出发啊 那么这两个情况下 我们是分公司更合适呢 还是子公司更合适呢 大家想想 是不是就分公司更合适了 对不对 考虑到集团整理税负 我之前少交一些 之后多交一些 这咱们之前讲加速折旧的时候 就说过好多次了 等于本质上 相当于是国家 给了我个无息贷款嘛 你之后把本金还上就行了 不要力气了嘛 对不对 所以更合适 对不对 更合适啊 当然 这不代表着 我们成立分公司 就一定合算 合适不代合算 为什么 因为子公司 有子公司的好处 子公司有子公司的好处 什么好处啊 比如说我这个到北京 我去中关村 高新技术员 其实我这开 开一个 他那园区里头有一些优惠 对不对 对企业有一些优惠 什么两缅三年半啊 咔咔咔都给你弄上 所以我就算交税 可能我 可能我成立子公司 我这个交的税更少一些 我分公司呢 分公司享受 因为他不独立嘛 他享受不到 那个园区的优惠 他回到总部以后 就让他总部没有优惠的 那个所得就交税了 那是不是就亏了 能理解吗 所以子公司能够享受当地的一些优惠政策 这是他的好处 对不对 这是他的好处 所以我们能不能哪个好处都占呢 对不对 像个花心大萝卜一样 这个我也要 那个我也要 小生生才做选问题 对不对 那有没有办法 其实也有办法 什么办法呀 分公司好的时候 我先成立分公司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子公司 子公司你就算我到那个 比如高新技术员区 或者是商业开发区 他有优惠 但我毕竟前面是亏损嘛 你我本来我就不用交 我也不需要你有优惠 对不对 所以在我不用交的年份里边 我先成立分公司 对不对 让我的这些亏损 能够尽早的实现他的价值 让他尽可能的先让我少交税 等到我第四年 这不是要交税了吗 在要交税的时候怎么样 把分公司 我可以转成子公司 谁说分公司不能转成子公司了 同志们 分子公司之间 我是可以转换的 对不对 分公司转成子公司了 子公司该交税了吧 子公司又可以享受当地的好处了 所以怎么样 哪个便宜都占了 这也是一种筹划思路 这利用的就是什么呢 企业所得税 纳税地点的不同 所以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 它是通常是汇总纳税 企业与企业之间 独立企业之间 就各自拿各自的了 好 接下来就纳税期限 那么企业所得税 实行按年计刁 分月或者分计预缴 通常都是分计预缴 就一个季度交一次 除非你这个企业规模太大了 那么分月预缴 最后年终汇算清缴 我们说从四年的一月份 到五月底 对吧 这段时间五个月 让企业所得税 进行汇算清缴 也就是说先前预缴 新预缴一部分 等到年末 我这个所有的收入成本 都弄清楚了以后 这个算清楚 我实际应该交多少 然后跟我预缴的比 多退稍补 对不对 这叫什么呢 这叫企业所得税的 这个征税的方法 它不可能说 你之前不预缴 我等一年 等一年还等不完 我还在等你五个月 然后把你算清楚了以后 再让你交钱 对于企业 对于国家的财政而言 这个东西 它就不太合适了 对不对 我等你一年多 才让你把税交上 这不太合适 对不对 国家的财政也负担不了 对不对 所以之前要有预缴 我们之后讲企业所得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也会涉及到预缴 和会算清缴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么如果企业 它是在这个纳税年度中间开业的 或者在这个纳税年度中间 终止进行活动的 那么使得该纳税年度 实际经营期不足12个月的 那怎么样 那就以实际经营期 作为一个纳税年度了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今年3月份 3月份开业的 那我到明年3月份 算一个完整纳税年度 我从3月份再往后 再推5个月 再进行回等清缴 行不行 不行 对不对 那就是咱就卡到12月31号截止 对不对 然后就算清楚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5个月这个事 跟大家说清楚了吧 从1月份到5月底 从1月1号到5月底 要把这个上一年的账 算清楚啊 那么 终止进行活动的 要应当自实际经营 终止支援企业 60日内 向社务机关办理 当期企业所得税 互算清交 你这企业要破产了 或者是出现经营宽 我终止经营了 那你终止经营 到此为止之后 你不是不赚钱了吗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把你到此为止 要交的企业所得税 60日内算清楚 对吧 然后把那个作业交了 这样的话 大家都踏实 这是有关于一些时间 然后再说脚裤期限 应当自月份 或者记住终料之日起 15日内 这个15日 就是一个通常的脚裤期限 对吧 咱增值税也好 其他税也好 都说了 基本上都是15天 对不对 所以这没什么说的 但是后边 我们讲原权扣角 那注意啊 咱们征税 这个这个 解锁的税的 那个征税管理里边 重点要看原权扣角 原权扣角 它的这个脚裤期限 就不一样了 它是自代扣之日起 7日内 咱们通常是 从纳税 这个从纳税期限 截止以后的 15日内 去进行交税 对不对 但是原权扣角 是扣角 自代扣之日起 7日内 就相当于少了一半 通常15天 一半就是7.5天 把那半天也抹了 就7天 对不对 也就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之内 代扣代缴的这个 你就得把这个钱 交到国家那 那为什么 原权扣角这块 脚裤期限 就变成7日了 这你要单独计 这个脚裤期限 你要单独计 为什么 因为其他脚裤期限 都15天 所以叫做 既特殊放一半 对不对 为什么他7天 为什么国家 希望他早点交 因为他代扣代缴的 那是个非居民企业 而且那非居民企业 通常他没计过场所 卷包人就跑了 对不对 能明白吗 所以我害怕的跑 我害怕的跑 所以你脚裤时间 就稍微短一点 万一超过了 我好及时发现 及时追 所以这块有一个 更加短的时间 好 那么说到原权扣角 这块就说了 原权扣角的扣角义务人 有两类 一类叫做 法定扣角义务人 一类叫做 指定扣角义务人 所谓法定扣角义务人 就是那个 法律规定 你就应该履行 代扣代缴义务的 那个人 叫做法定扣角义务人 什么情况之下 你就应该履行 代扣代缴义务呢 就之前老师说的 你那个非居民企业 怎么样啊 他在中国境内 没设立机构场所 或者他赚的这笔钱 跟他那机构场所 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是没法查账吗 那不就应该去进行 预提所得税的 这个 就缴预提所得税吗 对不对 缴预提所得税的时候 因为他没机构场所呀 或者是 这笔收入 跟机构场所没关系呀 所以很容易跑 很容易跑的情况之下 要原权扣角 对不对 而这个原权扣角的义务 是法律规定的 你必须去做的 这叫法定扣角义务人 那除了法定以外 税务机关 他为了控制税源 还可以指定一些人 作为扣角义务人 就是之前老师讲的两类 一类是什么呢 提供劳务的 一类是提供工程的 对不对 这两类 通常我们是 因为他有机构场所嘛 通常有机构场所 按理说他应该自行申报 但他这个机构场所是临时的 他很容易跑 同样 那么社务机关就说了 那对于这些 这个非居民企业 我知道他特别容易跑 所以怎么样 原权扣角 而这个原权扣角 不是法律规定的 社务机关指定的 叫做指定扣角义务人 OK 知道这俩就行了 然后呢 原权扣角的扣角方法 就应当扣角的所得税 扣角义务人 为依法扣角 或者无法履行扣角义务的 有企业在所得发生的扣角 就是阿里来讲 这个税 这笔收入啊 应该进行原权扣角 但是给你钱的那个人 没有啊 没有做 或者他没办法做 导致没有扣角 在没有扣角的情况之下 你赚这个钱的 那个非居民企业 也应该怎么样啊 也应该自己过来 把税交了 对吧 在哪交啊 在所得的发生地缴纳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那么企业也没交的 你看那边 带扣带角 扣角义务人 没有扣角 企业这块也没交的 税务局关系的该 该治你了 对不对 怎么治啊 税务局关系的 可以从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就是那非居民企业啊 在中国境内的 其他收入项目中 的这个支付人应付的款项当中 追缴该企业的应纳税款 也就是说 你不是不交吗 对吧 你在我中国只要还做买卖 只要别人还给你钱 我就把在别人给你钱之前 先把他拦住 把你该交的这个税款 从他该给你的钱里头扣掉 这个道理 大家能弄明白吧 这很简单 这是对于非居民企业来讲的 那么对于扣缴义务人呢 扣缴义务人 每次代扣的税款 应当告诉你是7日了 那如果他没扣呢 稍微咱们说了 如果他没扣 税务局关要找企业要 对不对 找企业要不着的 扣缴义务人怎么办 那这涉及到两种情况 一种呢 这个扣缴义务人忘了 履行扣缴义务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 这个扣缴义务人 履行了扣的义务 但没履行缴的义务 就是扣 他是真给扣下来了 但忘了交了两种情况啊 一个是压根没干这活 一个是这活干了一半 那么这两种情况之下 税务局关该怎么治 这个扣缴义务人 这就是咱们之后 第13章征收管理要讲的事情了 那么同样 在我们的最后 计算问答题里 问答环节 就可以考大家这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 我计算问答题 可以考什么的 非居民企业 完全扣缴的计算 再考一个什么呢 这个代扣代缴义务人 没履行扣缴义务的惩罚 问答了嘛 所以就形成了 一个计算问答题 能理解吧 所以这种考试方法 也是存在的啊 当然顺便在这里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作为扣缴义务人 我完全不履行扣缴义务 和履行了一半 就是我光扣了没脚 哪种犯错犯的大 其实你可以思考一下 哪种犯错犯的大 要接受惩罚 惩罚的更多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可能有同学说 我完全没干活的 犯的错更大 我干了一半活 扣了我忘脚了 可能惩罚会轻一些 对吧 我告诉大家 正好相反 如果你压根就没旅行扣缴义务 是有惩罚的 但是如果你扣了没脚 最佳一等 你想啊 钱到你手里了 你获得好处了 获得好处 等于你占过家便宜了 对不对 你没扣没脚 那就是你作为一个局外人 跟你没关系 只不过你没旅行 对不对 要惩罚你 但是你现在占了便宜了 那惩罚的更多吧 大家能听懂了吧 当然具体怎么惩罚 咱们13章再讲了啊 好 那么到此 咱们就把什么呢 咱们企业所得税 最后两节内容 也都给大家讲完了 企业所得税就说完了啊 有些老师 不是重要考点的 老师都没讲啊 那么最后 下节课啊 咱们把企业所得税 这一个章节 所有的知识点 再做一个统一的上讲 同学们一定要 好好认真仔细的去听 好 这节课就先到这 咱们下节课见